那先做一个简单的小导演的话 就是在古代汉代的时候 我们知道就是杨雄他曾经说过 演为心声 书为心画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字眼 是其实你心中的声音 那书为心画的话 当然是书是书法或者字 它是你心中的一幅画 所以在从这一幅画里面 我们就可以读出是有声音 有书法又有配画 这三种结合的方式 那在中国传统的艺术里面 书跟画是精华 那书画的精华 它有它一套的理论 这个理论就是很重要 也是今天我们讨论书法里面 很重要的结构问题 那这个理论的重点 就是在于说这个书画同源 这个概念 那书画也就是书法与绘画是来源相同的 那这个观念呢 直指的就是它的笔法问题 也就是字的结构问题 绘画的笔法跟书法的笔法 基本上是来源是相同的 而这个理念之下呢 进行到元代的时候 就是中国元代的时候呢 又发展到它的最高的就是书画同源 这时候其实出现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 书法之法就是写书的方法入画 也就是在元代的时候 画家怎么样借写书法的笔法呢 在它的绘画里面 就是这个书法之法入画的这个状况呢 一直传到 传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呢 竟然也被西方现代会画的画 抽象画家运用到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在整个 看这些影像过程当中 我会拿相当多的这个西方的画家 在四零年代五零年代的时候 到东方来学书法 呈现在他们的画作上面 那同时呢 在这样子的状况进入到第二次这些大战以后呢 西方的艺术表现呢 除了受到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 抽象绘画里面受到东方的书法的影响之外呢 那战后呢 在西方就又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运动 称之为肌流或是肌流汗 那这个运动或是手法 就将相当多的音乐啊等等 音乐啊 绘画的这个 当然也有东方的禅宗的思想 纳入到传统的绘画里面 一整合在一起 那那个现象呢 我个人的一个理论 甚至为跨媒体 那就是不同的媒体 在六零年代的时候结合在一起 那结合在一起 也影响到东方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 日本的相关的艺术家也受到 这些所谓的前卫艺术的影响 在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的时候 那在这同时呢 西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家 其实他是韩国人的 也就是白南准 他就是所谓的录像艺术之父 他也藉由不同的艺术表现 去呈现他的艺术里面 除了我们知道他用电视及录像 就是当时发出来的录像机或是录影机 还有录音带 甚至其他相关的免财来做表现 他用了行为的方式来呈现 那这个影响到日本之外呢 再加上前面提到的战前的西方抽象绘画 受到东方书法的这个影响 也同时回流到东方 影响最深的当然是日本 所以日本也就出现了 有前卫艺术跟前卫书封 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 而这个前卫书封应该是在 第二次业大战之后从西方回流到东方 但是这个前卫书封呢 他不仅是接受了西方的抽象绘画的特质之外 也往自己的这个传统里面去追寻 所以我们会看到有非常多的日本的这个书家 他在第二次业大战以后 呈现的是我们所谓的当时的这个现代书封 或者是前卫书封里面 受西方影响之外呢 也受这个自己传统里面 截取自己传统里面当中的 缠生的就是缠生书生或是化生文的表现 所以大量的运用所谓的非白 这样子的一种书法上面的技法 或者是效果非白 那这是在第二次业大战以后 他向这个趋势呢 就渐渐的也在美国的华人的艺术家 也受影响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像著名的收藏家王极谦 跟这个王芳宇他们也在当时 以及我们这一次展览的女主角 就是董阳子老师 他在6066年的时候在美国求学了 就居然是西化 但是也在那个当下呢 受到就是受到这个西方抽象绘画 战后的这个薰陶 以及欧陆的这个行为艺术的这个影响等等 所以在那个60年代以后 就是晚期回来之后呢 就同时与像日本的这个贤卫书中一样 就是书法比朝向就用非常大量的这种 或者应该讲说朝向以这个写比较大的这个字 运气写字的写大字的方式来 甚至倾向于所谓的书法进入到绘画性 那这刚才我提到就是 原代的词由书法诗法入画 现在刚好在这个20世纪的时候 20世纪末的刚好是比较相反过来 就是书法将它结合西方的这个艺术观念 绘画观念变成倾向于所谓的绘画性的书法表现 绘画性的绘画表现 那这是在战后60、70、80年代 在台湾的时候是80年代的时候 大量的有所谓的末朝将的这个团体等等 就是书法团体朝向所谓的受日本现代 前文书工的影响 以及西方绘画的影响 那当然是进入到90年代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遇到了一个很影响我们生活 非常大的一个现象或者是技术 就是数位技术 那这个数位技术一切进来之后呢 又使得所有相关的艺术产生的质变 也是我们今天看到董阳子女士 她跟其他艺术领域结合的这个方式 就是我们称之为所谓跨领域 或者是跨学科的这种表现方式 但是这个跨学科也在60年代的时候 所谓的跨媒体的这个艺术表现上也出现了 就出现了 他们试图是在艺术领域里面去做整合 但是当下的艺术表现呢 他去试图从艺术以外的领域去整合 也就是从事绘画的人 他会跟科技的人相结合 但是在60年代的时候 还是艺术领域里面的绘画跟雕塑 跟行为等等互相结合 那数位化之后呢 企图是艺术以外的领域去相结合 那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拭目以待 看树目未来的这个发展如何 这个是先做了一个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脉绘 稍微会取一两件这个展览里面的作品去做一个对照 里面会到后端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一位大陆的这个艺术家呢 他大量去思考书法体系 中国传统的书法这个体系 跟书法有关的这个艺术体系 介入到整个艺术 它是放生的 可以接下来说 它是刷业的 噢 是 可以接下来说 喔 词